來 風向 水瓶 雙子 天秤座 隨性自我 難改變 這群男人 很做自己 非常做自己 而且隨性 他認為人生 如果不是有自己的這種 想做的事就可以做 想吃的東西 想可以吃 想交 想見的朋友可以見的話 那我就等於在 我就沒有人生自由 他想得很嚴重 對 所以他覺得說 一個自主的人 我是一個獨立的人 如果你真心愛護我 關心我的話 你就要讓我隨心所欲 可以隨時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然後我這個節奏不要破壞 因為破壞叫做不愛 不破壞叫做愛和包容 那跟風向交往 我這樣聽起來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怎麼會 Dora有故事 來 躲拉 我跟你們說 我就是曾經交往過一個水平男 然後那時候就 我就覺得他真的是一個風 完全標準的風向 形作像風一樣的男子 因為我常常會找不到他 我就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有沒有交男朋友 就是我們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還有一起開一個店這樣子 結果他就是 我在那邊那種 這樣掛那個手機殼 這樣用轉頭不見 而且一不見就是四五個小時 然後我想說 掛個手機殼就不見了 我掛的時候 他轉頭人消失 我是不是在幽靈在交往 確定是人還是天使 是人類 真的是人類 然後他就不見 然後不見四五個小時 妳有觀察過他嗎 他有影子嗎 有影子 有 我真的有看過 想說確定一下 不是 他不見 然後你也聯絡不到 結果最後他突然就是 你又在搜東西 所以他突然出現在你後面 就說 那你剛剛去哪兒 他說我去 好突然 完全沒有講 然後或是你跟他吵架 他就是 他一不爽 他也不跟你講 不跟你溝通 他就是直接消失 我記得到我們後期 已經快要分手的時候 他是 我們吵架吵一吵 他直接都不回我訊息 然後消失就消失一個禮拜 然後剛好那時候就是我們 一起做生意有出一點狀況 我家裡也有一點狀況 然後我媽媽又生病 就是你知道 各種打擊一直來 然後我想說他消失一個禮拜 不可能再給我一個打擊吧 然後我就真的是 我瘋掉 我就狂找他 然後終於找到他 他是用 他也不接我電話 他用線紋文字傳給我說 我都已經消失這麼久 應該很明顯了吧 我沒有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這樣消失的禮拜那一種 這樣拍到丁 這種也不行 雨露 為什麼你們 風向會這樣 對啊 怎麼會這樣 風向不難相處 風向 我跟你講 你跟風向在一起 你每天會很開心 可是他難搞起來 真的是滿難搞的 對啊 所以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樣 因為像我之前有交往過 雙子座的男生 雙子對雙子 雙子對雙子 其實很可怕 因為我太知道 他下一步想要幹嘛 高手過 就是你知道他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 我就說 我就知道他這個一定是說謊 這一定是騙人 都被你料得準準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雙子說不說謊 很難 可是他的說謊 那個雙子 他偶爾講實話的時候 他自己變扭 沒有 雙子其實他每次問你事情 你要跟他造實回答 可是你問他他永遠都不回答 我發現他的愛說謊 不是喜歡說謊去傷害人 他的愛說謊是他覺得你笨 他嫌麻煩不想跟你解釋 所以我寧可說謊 像比方說很小的事情 比如說他去路口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就剛好在那個時刻 我打電話去他家 他媽媽說他不在 那我就想說不在家 那我當然找到他 我就問說那你剛剛去哪 他說我沒有出去我就在家 我說你媽剛剛就說你不在 他說我就沒有啊 我說你明明就去買東西 你還要說沒有 就是去個便利商店 有什麼好不能講的 所以他媽媽也是雙子做的對不對 沒有 他說這有什麼好要說謊的 可是他就覺得這種事情 好像沒有需要交代 或者是我幹嘛跟你說 就五分鐘 十分鐘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那時候也是被劈腿 雙子男 他就是一直說謊 比如說他就跟那種 有一段時間是每個禮拜 都要跟一個身材很好的辣妹 去單獨吃飯 然後 一次 兩次 三次 很好 好什麼好 身材不好的 我們要跟他吃什麼東西 你不能 你搞錯重點了啦 那是他男朋友耶 對啊 然後你就會想說 一次 兩次 三次 三次 OK 到第四次你就說 為什麼每個禮拜 都要跟他吃飯 他說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因為想要 找這個女生進來我們公司上班 所以就是盡量熱絡一點 要牽他進來這樣子 互動嘛 互動多一點 然後我就想好 既然他都這樣講 我去相信他嘛 然後四次 五次 六次 我就眼看這個女的 也沒有去公司上班啊 然後最後就被我發現 她的簡訊裡面 就是在曖昧啊 她是光明正大 她的包容度很大耶 單獨吃飯耶 對 這樣妳也辦法忍耐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因為妳那時候還沒學格鬥 沒有 我跟你講 雙子座是這樣 妳就是離敢講我敢信 我不會想要去懷疑妳 因為對我來講太煩了 雙子座好難讀喔 對 除非妳不敢說 妳敢說老娘就敢信 我就敢信 對 那我敢信 妳如果真的發生事情的話 我也認了 就她就真的劈腿啦 她就偷吃啦 會難過 但幾天就好了 對啦 你看雙子好難讀喔 真的很難讀 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無法相信說 世界上會有雙子這種人 對啊 怎麼會幹嘛 所以如果 可是水瓶跟天秤 好像沒有雙子難讀耶 雙子真的很難讀 雙子是多變 沒錯 就是加雙的 比如說雙魚 還有 有雙都不行 對 因為你今天看到她這樣子 她明天又是另外一個人色 沒錯 就是每天看到她 她都不一樣 你不知道她今天 今天好像跟你很好 明天又跟你很陌生 而且雙子座的 我一直覺得 像雨柔 跟她當朋友很好 不能當她枕邊人 好像真的不行 會出人命 真的 像我跟雨柔是好朋友 妳像妳什麼時候 什麼玩笑 妳都可以跟我開對不對 對啊 但如果我今天是妳的 另一半 那妳完蛋 妳就不是嘛 不行 妳就不是啊 什麼啊 我不是 我也你有經過我頭 可以嗎 我不要啊 我慶幸 你這個算是一種 精神侵害嘛 知道嗎 逗 我也遇過一個水瓶男 我覺得水瓶座是我 水瓶也很難讀耶 最難懂的星座 就是她的生活非常的無趣 一成不變 每天起床的 就打開電動 一直打電動 然後吃東西 永遠就是固定的幾家 不會說什麼 帶你去什麼浪漫的餐廳 她也不會 然後甚至是情人節好了 因為不是有很多情人節嗎 什麼白色情人節七夕啊 什麼二月十四也是 然後我想說 應該會有一點什麼表示吧 在一起的第一年 沒有一次情人節有過禮物 也沒有出去吃飯過 沒有 然後我想說天啊 真的是太沒有情趣了 然後後來第二年 我就跟她講說 那還是說 妳其實送我一個巧克力都OK 我都會很開心這樣 是的 對 然後我說 妳只要去樓下的七夕 買一條巧克力給我就可以了 她也做不到 她連這樣都做不到 她就說 一條也不行 一條也沒有 她就不願意出門 妳知道七七五家那種 也不行 對 我就說那種就好了 因為至少有一點開心 我還可以拍個照 想說要紀念一下 她都做不到 因為她覺得 節日有什麼好要過的 她只會過生日 甚至連跨年喔 我找她出去 我說那跨年呢 難得要熱鬧一下吧 平常都是兩個人世界 一年過了 我們就跟自己熟悉的家人朋友 一起慶祝一下 她說不要 好累喔 就對我來說很像應酬 對 她也不要 她就說 寧可她去麥當勞 買麥當勞餐 在家裡跨年就好了 她說你自己去玩吧 沒關係 誰啊 這麼無聊的人啊 妳是痘痘耶 極無聊 真的 然後我就覺得 我真的有點受不了 相處上很多的問題 為什麼 我們每次錄影都發現 妹只要越正喔 情路都越坎坷崎� 對不對 妳為什麼不去挑一個 愛妳比較多的那一種 對啊 沒有 我覺得她不是不愛我 她應該是 就是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這樣 沒辦法改變 而且水瓶座好像有一個 她自己的劇本在走 然後妳根本不知道她寫到哪裡 對 妳不知道她演哪一齣 妳知道很熱鬧 一下就很冷漠 而且吵架真的會不見耶 吵架就出去了 不講話不勾聽的 我之前遇過一個水瓶男 就是在 感情就是在曖昧的階段 好像差不多快要在一起囉 然後承諾自己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定要做得到 才可以說出話 對啊 那個水瓶座就講 她說我已經下定決心 我跟我身邊的人都講好了 我要好好跟妳在一起 我們兩個太適合了 然後講完這句話 女生男人就會覺得很感動啊 感動 她想好好跟我在一起 妳知道嗎 隔離她消失 對 又消失 水瓶座 沒錯 水瓶座 就是會追尼追尼很熱忱 妳們怎麼會遇到阿飄 她是不是 不是 水瓶座很像我耶 妳沒有遇過水瓶座 水瓶座真的男生 我不知道女生 男生真的他追你追追追 然後他突然有一天就消失 不見了 然後就不見了 追追追 然後就不見了 不是 真的假的 有人說他找朋友 什麼他找朋友來打給你 跟你說他很喜歡你 或是他一直好像很熱忱這樣追你 然後突然間 他消失了 他就停了 然後消失之後 你最少到他 他的態度就跟之前跟你承諾是兩回事 好 現在不認識你 很冷淡囉 很奇怪 這趕快問一下Dora 雖然妳是女生 為什麼水瓶座這麼愛消失 水瓶座為什麼這樣子 沒有 我覺得水瓶座有一個特點是博愛 他就會 你就會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跟他朋友沒有什麼差別 他有時候還對朋友比較好 然後他就會覺得 那你憑什麼管我 然後他們就會你知道特立讀行覺得 我是文青 比如我們要去跨年 我不跟那一些普通人一樣的 我才不要出去跨年 我就要在家 我要給你就是平常生活中的小確幸 所以他就是口似心非 他講的跟他想的是不一樣的 而且水瓶座的節奏不一樣 水瓶座風向裡面 特別是水瓶的節奏 它是跳的 而且它的跳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一般人談戀愛 就是一開始不認識不熟 熟了之後聊多一點 聊多之後親密了 然後我們有一些承諾 水瓶不是 水瓶是先開始跟你 很熟之後有承諾 承諾之後拉遠距離 對 就跟你不熟 對 害怕 害怕然後透過各種考驗 他認為你可以 試探你 對 試探 然後滑鼓 然後知道它最大的限度 你都可以容忍 他才說好吧 那我再乖乖地回來 可是人家都嚇死了 對 怎麼滾開 誰叫你回來 到這個階段 通常一般人是無法接受 風向星座 他在戀愛過程中怕麻煩 所以他有時候跳著走 有時候懶得解釋 有時候不讓你知道他的行蹤 原因是因為覺得太麻煩 而且我相對的博愛或者朋友多 很容易我說不清楚 但越說越描越黑 那為什麼我自己找事做呢 所以他就覺得 那我就隨性自在 隨緣而安 就這樣 OK 有點放棄